大理孕母因為怕所衍生出的家庭倫理 糾紛很難處理 所以目前在臺灣還沒有合法 而對這次涉入買進外國女子 借婦生子的案件 其中有一個人是醫師涉案 衛生署長楊志良 對醫師人員執法犯法 他今天說覺得很沉痛 每一次這樣的事情 對衛生主管機關來講 都是非常沉重沉痛的事情